大家好啊 我之前做过视频 聊这个中美两国的差异 中美差异 中美两国其实在很多方面的差异是很显著的 我今天想再讲一个差异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差异 我觉得我讲的非常对 所以我录个视频 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 观察一下 可以分析一下我说的话对不对 如果不对没关系大家可以讨论问题 美国是 和而不同 美国的人际关系 人与人之间 邻里之间 亲朋好友之间 父母子女之间 等等是和而不同 中国是同 而不和 什么意思呢 中国人看起来 都是相同的 观点是一致的 是 一家亲的 其实内部本身是不和的 中国人他总是隐藏自己 隐藏不同 把所有的不同全部隐藏起来 中国人说话不喜欢跟别人争执 中国人说话不喜欢跟别人争执 不喜欢有另类的观点 中国人说话的时候 交往的时候 总是为了维持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同的一个状态 相同 我跟你相同 我跟你相同 我跟你一致 其实中国人骨子里不和 人与人之间骨子里不信任 骨子里互相倾压 美国人 美国人是什么呢 和而不同 美国人从来不掩饰自己和别人的区别 美国人一说话 就是你有你的意见 我有我的意见 他不跟中国人一样 中国人就是一上一合 中国人说话总喜欢达成一致 喜欢追求表面的一致 而美国人说话从来不掩饰这种不一致 所以美国的民众总是在吵闹 不同 总是不同 但是美国人 却又能够相安无事的 在一起相处 邻里之间 社区之间 没有那么多脚手跟的 没有那么多互相倾压 互相陷害的 互害型社会 他又不互害 他又能在一定的规则下 相安无事的存在着 但他们又不掩饰自己跟你的不一样 这叫和而不同 中国是同而不和 看起来中国一做事 一开会 都是一个声音 一师范一个声音 干什么都追求大一同的相同 但是骨子里中国人就不和 也不守规则 我觉得这是中国人 中美之间的一个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差异 我们经常看到 华人与华人之间 一聊天 感觉很融洽 他们两个很融洽 歧视他们俩骨子里面是不和的 根本就不和 随时会导致一个人陷害一个人 或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不利 或者这个人的骨子里面是看不起他的 或者那个人的骨子里是歧视他的 他表面上却很和睦 中国人就是这样子 跟美国人不一样 美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一说话 你有你的意见 我为我的意见 并不追求意见一致 你表达你的 我表达我的 但是表达完了以后 他们又并不会互害 并不会整天惦记着跟你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陷害你 想搞你什么的 他们又不搞 保持着一个 一个 和而不同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中美两国的差异 不知道我说对不对 我感觉是这样 就这样吧 拜拜